今天我们来看一款情怀复刻手机 它就是2022年发布的手机 诺基亚5710iXpress Audio 该机上半部分有一个内置的充电盒 里面收纳了一款无线耳机 论创意还得是诺基亚 5710的包装很简约 看起来很山寨 这是欧版的手机充电器 这是极为先进的可拆卸式电池 这是买手机赠送的无线耳机 这就是诺基亚5710iXpress Audio的本体了 搭载了一块2.4英寸的显示屏 和经典的T9键盘 售价仅仅为人民币599块 黑红搭配的配色看起来很时尚 这款手机的最大卖点就是 机身直接内置了一副托式针无线耳机 这也是敢卖599元的原因 不足之处就是耳机的音质很平淡 耳机商采用磁吸设计 一推一拉解压感十足 还有就是采用了可更换电池的设计 保留了诺基亚的传统美德 这点还是不错的 让我来放上电池开机看一下 经典的T9键盘 我当年的盲打就是用它练出来的 暗光环境下还带键盘背景灯 诺基亚5710RX Plus Audio搭载了T107处理器 配置为64兆加128兆 RTOS系统说白了就是一台功能机 后次搭载了一颗30万像素的摄像头 与闪光灯都2023年了 我只能说这颗摄像头聊剩于无 起码扫码够用了 这就是2022年发布的手机 诺基亚5710RX Plus Audio了 你会买一台这样的功能音乐手机吗 欢迎小伙伴们在评论区留言 说出你的看法 说出你的看法 软上的凌渡 一定要能够